终于带着聂明爵人间一夜游 回来之后 阴差给二人送来两堆钱 一堆是聂明爵的 另一堆静止放到魏无羡面前 我的 魏无羡有些难以置信 指着自己问 是 阴差答道 不可能吧 我没有亲人也没有后人在世 怎么会有人给我烧纸钱 魏无羡疑惑地说 总不能是阿怨吧 他一小屁孩 啥都不懂 是人间叫聂怀桑和蓝西辰的 烧给你和聂明爵的 阴差说完 便离开了 怀桑兄 则无君 魏无羡更加不明白了 非亲非故 无缘无故的 做什么想起来给自己烧纸钱 聂怀桑 蓝西辰 听到这两个名字 聂明爵抬头 眼睛亮晶晶地看向魏无羡 你想起来什么了 魏无羡问道 是谁 也是弟弟吗 灭明爵嘴一脸 傻笑着说 叫他们一起来玩 魏无羡无声地叹口气 还是去打听打听 怎么把这孽大傻子恢复过来吧 休息几日 阴差来请魏无羡 原来是发现人间有处一样 似乎许多已经去世的人的鬼魂 被什么东西聚在人间 因为数量太多 请他去查探一番 魏无羡也不推辞 收好任务单 带着聂明爵就飘去人间 先来到第一个地方 看样子似乎在兰陵城外的某个人际罕志之处 外表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浓厚的怨气告诉他 就是这个地方 作为执行公务的鬼 不受禁止和人间食物的影响 魏无羡直接朝着怨气最浓厚之处穿墙而过 入眼到处是死人 残肢到处都是 像是刚经过一场打斗 另外一些用铁链锁起来的隔间里 关着一些人 不 凶师 有些呆呆地或坐或站或倒地 有些正不停地嘶吼 这是个专门用来存放凶师的地方 人间居然有这种地方 魏无羡扎扎嘴 这是地狱吧 感觉到活人的气息 魏无羡往那边飘过去 便看到一个虎牙少年 斜坐在一个椅子上 看着两个凶师在打架 这少年似乎有些无聊 一边看 一边手中抛着一个紫红之物玩耍 定睛一看 那紫红之物居然是人的舌头 身为鬼的魏无羡也没有来的一阵恶心 正要仔细观察一下 没想到一直安静地跟在身后的聂明爵忽然飘过去 张牙舞爪地去掐虎牙少年 助手 魏无羡大惊 这要真被他掐死了 就是阴间大忌 吃不了兜着走了 急忙飞身去拉聂明爵 好在人鬼殊途 聂明爵从虎牙少年身体里直直地穿过去 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一招没有抓住 聂明爵转换身形 反手去拧虎牙少年的头 仍然只是抓个虚空 魏无羡终于抱住聂明爵 将其往外拖 坏弟弟 坏人 聂明爵吼道 你不能杀他 会沾因果 魏无羡耐心解释道 啊 聂明爵忽然正拖开来 抱着头蹲在地上打滚 吃 聂大哥 你怎么了 魏无羡有些着急 滚了几圈之后 聂明爵跳起来 再次冲虎牙少年而去 羞羞 魏无羡吹起口哨 意图使聂明爵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 聂明爵终于平静下来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但是 这个地方所有的凶尸 也都一个个站起来 与聂明爵同款垂头直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此处是一片竹林 到处都是竹笋 得赶紧回地府 问问主部门 这是怎么回事 走吧 魏无羡叹口气 对聂明爵说 两鬼飘了出去 并没有看到 在这一处凶尸存放场 一个浑身 被铁链锁着的凶尸 睁开眼睛 魏无羡只知道 聂明爵应该是死得很惨 魂魄不全 但细节却不知晓 又因没有盼过 也没看过他的前尘段 看来与这个虎牙少年 脱不了关系 再看到那里负责守卫的 金家门生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肯定与金氏脱不了关系 脸哄带骗 又威逼利诱 终于哄好念明爵 魏无羡再次来到这个地方 这次又见到一个老熟人 那个身材娇小 长着一张占便宜的脸的人 不是脸方尊金光摇吗 听了绘画 原来那虎牙少年叫薛阳 是个鬼羞 一边按住念明爵 一边面无表情 听着两人在说练尸的进展 心得 那薛阳用来泡茶的雾石 居然是人的舌头 这让即便成鬼的魏无羡 都有些恶心 又听薛阳想练活尸 那金光摇仍旧笑眯眯的 一丝异样都没有 魏无羡忍不住赞美道 真是丧心病狂呀 又观察一阵 魏无羡发现 这薛阳所谓的练尸 便是将活人虐死 再激其失变 用些手段控制 活人练尸更是缺德 用尸毒粉让活人中毒失变 慢慢的身体 死去人的意识还在 这直接导致这些亡死鬼魂 生魂不入阴间 被禁止圈在此处 这薛阳优点本事 还没有人性 真的和金氏臭味相投 照理说人死了 该不用为生前之事烦恼 看似景象的魏无羡仍然止不住的又惊又怒 又听他们提到自己的手稿 以及想练成温宁那样的凶尸时 他真的怒了 有些理解念明觉本能愤怒 冷静 冷静 冷静个鬼 我不能干涉活人 还不能弄这些鬼吗 我倒想看看 他们练出能干的凶尸又怎样 魏无羡冷笑 薛阳再次给金光瑶展示成果 让凶尸对打时 魏无羡吹了个口哨 凶尸立即站立炸裂 打得相当齐鹏相当 两人脸上浮现喜色 又拉几个凶尸出来 站立越来越强 喜行余色的两人立即起身 往这个洞口深处走 七拐八拐之后 魏无羡看他们停在一个特制铁门前 穿过去一看 怒火中烧 温宁 居然是温宁 温宁明显没有自己的意识 只是本能地睁着眼 安静地立着 温宁 公子没叫我 没让我动 我就不动 魏无羡围着温宁飘了几圈 在他头顶看到几个凸起 想来就是那两位的手段了 此时薛阳正在试图指挥温宁 魏无羡冷笑 命令温宁按薛阳指示座 在温宁正破铁链的固定 又破门而出 垂头立在薛阳面前 薛阳狂喜 金光瑶也是明显的喜色 冷眼看完温宁一队整个炼尸场凶尸完胜之后 给温宁又下了一些命令 魏无羡回地府复命去了 毕竟他这次领的任务是查探 不是处理 小半个月之后 魏无羡再次来到这边 已经不见薛阳身影 听守着的门声 小声议论月阳实验结果不错 薛阳又要去灭什么白雪罐 连鬼将军都带去了 看来很重视云云 白雪罐在哪里 魏无羡不知道 他心中纠结的是 这白雪罐听起来像是道观 修道之人一般 心性都不错 再加上被丧心病狂之人盯上 看着品性更加不错 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丢命吗 魏无羡做不到 只是他是鬼呀 不能干涉人间事 还有温宁 若沾上这样血 不会下地狱吧 怎么办呢 魏无羡内心天人交战一会 在地图上找到白雪罐的位置 带着聂明爵狂奔而去 到那里时 魏无羡更加愤怒 这白雪罐除了几个没什么修为的长者 其他都是孩童 不能动手 不能动手 魏无羡默念几遍 不能动手 我动嘴成罢 紧接着现场上演了一副凶尸反噬的戏码 一个黑衣青年修士回来 就回了中毒的那些人 魏无羡才长输一口气 特么的当鬼好心累 我什么时候能还阳 薛阳做梦没想到 没有意识的温宁居然突然反水 将他活生生地撕扯成两半 他一死 鬼魂离体 睁眼便对上聂明爵放大的脸 被聂明爵打得鼻青脸肿 就快要魂飞魄散之际 魏无羡拦住 不能 聂明爵嘟着嘴 掏出铁链将薛阳捆得死死的 乖 魏无羡摸摸聂明爵的脑袋 掏了一颗糖给他 好弟弟 聂明爵咧嘴一笑 滴溜着薛阳跟着魏无羡走 三鬼看着温宁护着薛阳的师修 与那黑衣青年对质 又抱着师修跑路 一路招摇过市 直奔蓝铃 一路招摇过市